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很清楚的 对 还是一样打开我们的sonius软件 然后我一样画一个方块给大家演示演示 然后你们大概理解完这个功能的一个方向 还有它的原则以外之后呢 我觉得开始就可以做一些实体操作 然后通过实体操作 你们慢慢了解这个功能啊这样子 对 这样子我反正先拉好一个块吧 可以吧 然后就反正可以拉点这个箭头啊 反拉一拉对的 首先第一个圆角 那圆角的话首先就正常的一个咯 你先点一下啊你看见一他可以就是 反正你还可以这样子选择大跟小吧 反正就是啊从这里 然后间边到这里什么的啊 对都可以啊不好意思点点多了 这样子第二个可以这样子啊 他就没操作了真的 这个功能其实很少用 我自己很少用的这个功能 啊啊对 ok 呃你看到他就会被渐变啊 反正你看到啊 大渐变大到渐变大小 那上面最强的地方就在这 就是他的倒角功能 这是我一直认为我最喜欢用的一个一个地方 啊圆啊圆角功能啊 圆角的时候然后就还可以这样子啊 怎么样呢就是啊选择这个那这个几乎没什么用 第一二四才有用的比较多第一个面 中间这个面好什么呢 对最后一个面啊你看到对 他就是会全成给你自动生成一个什么全包圆的圆角 那你特别有时候画一些表边表现的东西 你选择三个面 那他自动给你全包圆 其实那感觉挺爽的 嗯用比较常见的 我觉得是啊杯子杯子就会了 就杯口那些吗 有时候你们可能想做一个全包圆呢 这个是比较省事 当然很多时候那个杯子 其实不是全包圆这样 那反正个人喜好吗 对吧 呃图片图片表达反正不影响 那最后你模型输出出去的时候 跟工程沟通好就好了吧 因为这些东西反正你设计化模型再准右线啊 对的 好这就是一个圆角 那我们点一下去下的这个导角 导角也是一样这样子 哪一个你看angle 然后选一下哎导角哎这又打完了 这就是一个导角功能 反正反正是比较简单的 那呃再下来哦 这样子 呃我们再选择另外一个 反正就还能这样子 反正也是要distance 你看到这个10 那我这也选择1呗 你看到对 反正就是说你可以选择 就是说他这个的倾斜度 可以这么讲倾斜度 反正你要他这个倾斜 10就倾斜 10倾斜1就倾斜1 这样子一个状态对的 那这就是一个导角的功能 那比如说我现在画好一个这样子 呃对那这样子导角圆角 你们都应该能懂了吧 对吧 那后面讲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抽壳的一个部分 抽壳这个部分有一个地方 对呃这个部分 可能需要一些精准一点的一个讲述啊 那比如说我现在 那我先画一个块 然后这里是 这也是10吧好吧 然后这块是10 2块都10对吧 那这样子 嗯哼 那这块是10的时候 我就在上面 我就我 我还是要我给他拉伸一下好吧 拉伸我拉伸了一下 我还是一个10吧 那10的时候我这里这样子 对呃 我在我在要还是从中分啊 然后这时候我设定一个数字是这里 哎哇是 我再设定好一个标注 我再再给他一个标注 我可能就是1吧可以吧 这里也是一个1 那这里就绝对定义了呗对吧 那这时候我要把它剪掉 啊 soniverse的话你加减法的话最好面贴面 是1标注 最好是不要呃对 再下来我们我可能就呃可以吧 ok吧 那这时候这样子抽颗的概念是怎么对 就说偷空吧 把里面那这时候我把里面偷成二 哎你看到会这样子对就是会这样呃你看这就变空心了懂吧 那我我们反过来反正哪一个面都可以偷这个面也可以没有问题 哎你看哎为什么这里偷这么小因为你刚刚记得我这里往下偷了懂吧 往下一偷了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吧就是会导致 就是那这里就因为呃你记得吧我这里我故意设定成1 但我这里偷成2 那我现在偷的是2 那等于说什么我上面这里深度2 那我这里给他偷2也就2 减了2以后然后这块才是他的空缝隙 能不懂吧 就是说这块的话就是说你们要自己注意一下这个这个地方 因为有时候偷你会发现哎呦明明我设定很多了 为什么现在偷的好像这么少啊 就就这块问题就是说反正就是说比如说我这里1对吧 他反正也不会偷上去因为我这里偷是1对吧 如果是说你要这里再偷到吸进去对吧 我再吸进去那这时候我需要怎么样0.5 啊0.5也不够因为加起来刚好是1的b后对吧 那我们我们肯定要0.4 哎你看到对这时候才可以这样子穿进去懂吧 能懂这个意思吗 因为主要刚刚我规划一个凹槽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说想你们知道是说呃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是有限制的 就是说你不能说它能里面封里面的空间有2 你不能给它一个3这样子 那这时候如果你说你倒完脚记得 token这个就token这个功能吗 最后最好是最后再做 那比如说像这样子 呃 倒脚圆脚反正就是我们选这个吧 反正它的面倒脚但是那个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效啊 这样子那我们再来一遍 呃1啊这个太大了怪不得了我们选择一个1吧可以吧 1 1也是一个1 然后四个边我们一样把它一个给倒倒下去 倒下去了对吧然后呢就这样子我们就这个给它一个1吧 哎你看到这也是值了对还是一样一个情况就是说我这里1那也就是说我刚好偷也是1也就是说我这个边是0那我这是懂了吧就是说呃你去想象一下就是说你从这个位置去看我们我们从一个前置去看 就是说你们倒圆脚什么要有一个概念很清楚就是说我啊换成这样子我这也是1这样子走对吧那如果我这里还有圆脚的时候我该怎么办要么就把它偷保了对吧只能把它偷保要么就我这个圆脚改大能懂吧那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圆脚给改大可以 呃这个我就不要1我2哪里看哪里看到其实在有一条虚线证明什么我们里面的一个圆脚已经偷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回来回来看一下看了懂了吧就说有时候你们求规整的时候不是说你看里面值的或者是说你你就说弄一个薄面的时候你去转的时候你要留一定空间给它才能转能懂我这个意思我就这个可能图示上面你们表达会比较清楚 就是说如果我刚一它里面一定是平的这样子如果你想里面看到还是很薄的这样子看到起来偷的很薄了因为有时候有些产品会里面这个有要求这样子就可能空间上的问题对好的那个抽壳上面今天讲的可能不太好啊但是有什么问题可以让留言给我好的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视频那一个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